今天您不那么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 真的是要提醒民众特别注意了 最近有不少的民众是有感冒 或者是感染到流感病毒 甚至是感染到新冠病毒的病例 机关署预估 10月中旬过后 新冠疫情会缓步上升 那么到了12月底 可能会达到高峰 到时候每日的确诊数 恐怕会来到2.2万到2.4万例 而另外在上周流感 也出现了一名特殊的个案 就是4个月大的男婴 确诊流感之后 一度住进了家户病房 而它也是本季流感 年纪最小的重症个案 民众一早到诊所接种 莫德纳XBB.1.5新冠疫苗 习后期开放全民施大 有别于先前的 双架次世代疫苗 这款属于单架疫苗 民众好奇保护效果有差别吗 在以前在双架疫苗的时候 因为还是有原始株的 一个序列在那边 造成一个免疫的记忆的印记 然后变成说 对新病毒序列的记忆 变得比较不好 截管署统计自9月底 开打至今 累计接种了15.1万剂 但有医护担忧接种率不高 开打的踊跃力并不高 它可能会死灰复燃的可能 看看近一周 新冠本土病例 并发中重症 较前一周上升约一成 截管署预估 10月中旬后 疫情缓步上升 到12月底可能达高峰 到时候每日确诊数 恐怕有2.2万到2.4万例 不止新冠疫情 流感也得注意 就忍了次 较前一周相当 但上呼吸道感染群聚 以校园通报较多 有40起 还有一名四个月 大男婴特殊个案 9月下旬出现发烧咳嗽 接着变成肺炎入住儿童家户病房 使用抗生素 公费药剂后 病情才好转 由于他未满6个月 还无法接种流感疫苗 机关署也提醒照顾者和家属 要接种疫苗 以保护小朋友 这杨宗彦博聪台北报道